年底选举话题增温 台北市长选战蓝白阵营人选早就起跑 绿营谁来选还没定案 但已经表态参选的卫福部长陈时中 和辅选中二立委有功的前交通部长林嘉龙 在党内呼声都很高 不过民调显示如果党内支持度护尬 林嘉龙比陈时中略胜一筹 他有一个治理这个首都的经验 那再来就是他在中央也当过这个部会首长 所以这个民众对他的信心好感度会增高 时中部长有政策的能力 有政治的高度 他更有相当接地气的政治性格 律伟分析林嘉龙当过台中市长 行政力量丰富是最大优势 陈时中则是有防疫光环加持 虽然网络声量高 但是能不能换成选票还是未知数 不过两人分别对上蓝白阵营的蒋万安 黄珊珊撒喀都的情况下 却是陈时中小盛林嘉龙 黄珊珊一天到晚跟柯文哲在开这个防疫记者会 陈时中也是嘛 那所以当然这个林嘉龙的这个民调会略输 毕竟是首都选举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推派一个比较年轻的 中央跟地方都有经验的人来参选 这几年的防疫角色是跨越蓝绿 所以他在中间选民 在年轻选票的信任感跟支持度都高于其他候选人许多 首都选战民进党不能缺席 就怕疫情稍不停 反而让陈时中参选 从加分变解分 尤其最新的民调有超过半数的民众 反对陈时中为了选举卸下指挥官职务 出征北市林嘉龙与陈时中各有优势 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在疫情影响下派谁出征 党中央势必伤透脑筋 欢迎新闻客观 陈嘉倩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订阅 订阅 beh Élmente 参戏的方法 这 开始